今天我们金门县5月10号整个疫情的状况 我们今天总共有新增29位的确诊者 那么这29位当中 29位当中有16位分属不同的家庭群聚案 那么有另外13位是新增的独立个案 另外有9位是今天独立的新增个案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整体疫情的状况 所有跟金门有关的个案 我们全部都不会路过 但是同样的有一些发生在台湾 但是这个确诊病例计算在金门的这个部分 事后还会再移出 所以这就是一些数字差异 请大家放心 最重要的是要跟大家报告 只要是在金门有关的个案 通通都不会漏掉 所以我们在中症重症的这一个收治方面的量 都已经预框好 绝对会确保中症重症高峰期来临的时候 我们的这一个医疗收治的人量 第二个跟大家报告的就是大家所关心 昨天傍晚有潘姓跟阳姓的 潘姓跟阳姓的两位确诊病患 外出从昨天傍晚6点多到将近9点才返回住所 在去年的特别条例通过之后 这一块的裁罚就不是由地方政府来裁罚 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寒送给地检署 由司法单位进行后续的裁罚